要说最近最火的食堂莫过于福州东部办公区第三食堂了 这里各大之多的肉包吸引了不少民众慕名前来 包子一时间成为新近网红 11月20日记者前往一趟究竟 上午10点半福州东部办公区的第三食堂门口 不少民众拎着热腾腾的包子走出食堂 听说这个包很好吃 我您听说的这个包很好吃 我们想过来看一看了 就算便也买几个回去看一下 我们老人家两个也爱喜欢吃包 采访中陆续有四面八方的民众慕名而来 步伐驱车一两小时 只为品尝一口肉包的市民 南站上来呀 走了多远过来 火车南站在走了十几二十公里吧 虽然还没到用餐时间 食堂内的面点窗口前已经排起了长队 场面十分火爆 记者看到包子肉县大皮厚实 一个售价2.5元人民币 自从包子火了之后 三家推出了限购措施 每人限购十个 尽管这样也挡不住民众的热情 福州市民吴先生和老伴一大早就来到食堂附近的花海公园上步 锻炼结束后便禁止来到第三食堂 我们老人家退休了都七十几岁了 早上就不煮了 就买一点那个放在冰箱里面 这样生活会可能更好一点 这个包子吃了感觉 味道非常好 主要料争啊 排队排了多久 排队大概有一百多人 我早上是九点来 应该有一个多小时吧 记者了解到 从2013年起 该食堂在保障东部办公区机关干部用餐的前提下 持续为前来东部办公区办事的群众 下属单位人员 附近公交厂站公交车司机 及周边居民提供用餐服务 给民众打开了方便之门 也用一种接地气的方式 拉近了政府机关与普通民众的距离 食堂方面表示 将会增加包子的供应 尽量满足客人需求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